就是Intel 出的 Smartphone Reference Design 一改大家對Intel 一些 厚重的形象 這部機其實是很薄的 外零上手 還有它的設計也都是 雖然沒什麼設計 但是這個設計仍然是很順眼的 它是行的一個 4.03吋的1024x600螢幕 行Android 2.3.7 裡面的CPU是一顆Intel Z2460 Atom 1.6GHz 單是新CPU 看看機身細部的部分 機面有4個Android 按著一個麥克風 上面有聽筒和前置鏡頭 機頂是一個開關鍵 3.5mm 旁邊有音量按鍵 然後這裡是一個 相信是SIM Tide的位置 旁邊有一個相機鍵 下面有一個聲音 這裡有一個MicroUSB 左邊只有一個 第二個嗎 第二個MicroUSB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聲音 雙喇叭 機會鏡頭百萬像素 又在這些網燈上面 還有一個攝錦麥克風 我們現在用來這部機 其實都非常之順 我們可以說 還有我們試試上網 當然要上 Engad的中文版 可以看到它載入的速度 和Low的速度 其實是很快 快得很乖 我們很難想像一顆單核心的CPU 可以去到這個再有的速度 雖然說 當中Wi-Fi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我們即使是平時用Wi-Fi 或者甚至經過4G連線 都很少可見到有這麼快的速度 相對的速度 我們大約是在最近的HTC Velocity 4G上面 才有差不多的速度 還有可以看到它開完網頁之後 Schooling那些 是非常之快 還有一些放大速度 甚至我們要入一些文字的輸入操作 亦都是快得很重要 相比起同級的 或者同樣速度的ARM CPU 它的反應速度是快很多 這一點我們是非常欣賞的 我們亦都知道 Intel 已經開始和其他的廠商 傾合作出一些 Intel 新門手機 所以我們亦都可以很快地 看到一些新的Intel 手機出現 我看見你 有在這裡 啥